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很有兴趣 BKCH 是Blockchain ETF 來自Global X 7月才上市到現在已經升幅超過50% 很有趣 不是跟我們之前說的BITO 追蹤Bitcoin的期貨 這隻是買25間做區塊鏈相關公司 我見他們的每間公司 在區塊鏈相關的投入回來的收入 一定要超過50%比例 才能入到這隻ETF 真的做了公告 其實這個原因 因為我們不會特別去評論什麼Crypto 因為每隻區塊鏈 或者每隻Crypto 它們有不同的特色 通常你説頭四大都是Bitcoin Bitcoin 以太 Solena 和ADA 今天就不會特別說這個 但是反過來 其實我們不是只想炒幣 反過來我們覺得 區塊鏈整個生態圈 或者技術層面 市場越來越認受 你想想 就算是Visa Master 都要做 都要做的 所以其實這個層面的公司 我們覺得會比較吸引 你要吃整個生態圈 就要吃這些股票公司 還有其實有很多未上市 相關生態圈的公司 所以我會簡單地說 比如說BKCH 現在你看到頭十大裡面 大部分其實都是跟Mining相關的 即挖礦 即挖幣 例如MARA 另外HUT8 那些 Ryot 最近都多人 Ryot 都多人 或者Hive 都不少 但這些全部都是挖礦多一點 第二隻 就是平台類 是的 但是其實這些 當然你說短線 你會覺得 如果比特幣升 他們因為挖礦 他們就升 是的 因為挖礦多 有一點槓桿的效應 但是 你可以再想一想 其實現在 雖然大家只是放了它 在挖礦的盈利 但其實這些公司 已經是開始鋪排 做其他事情 例如它會幫其他公司 去做一些 Blockchain solution 有些公司裏面 所以為什麼我們會 喜歡生態圈 我看它的趨勢 與龍頭大哥BTC的趨勢 即這節的ETF 走勢都很相近 之前BTC 是年頭第一、二季 有時下降下來 其實它的走勢都很相近 是的 你覺得拿這個ETF 是否都 其實 能否相應 相對於那件事 一樣的想像 一個長持的產業 如果以我們拿著的 這段時間的經歷 當然坦白說 它曾經有一段時間 是比特幣自己升得好 它不是好升 因為它都會受股市的氣氛影響 但反過來這段時間 你看到 比特幣不是很動 但股市氣氛好 它就跑了上去 明白 所以我覺得兩者 不是有那麼直接的可比性 但是 大家覺得 究竟是否想 看見區塊鏈 將來的成長 一定要選擇股份 而不是只選比特幣 好 多個概念 大家想想 不用看純粹買 比特幣期貨的ETF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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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逃